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郑宝快乐网校 前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终于结束了注册快乐师 财务成本管理 基础阶段的学习 在这儿 为每位同学点个赞 撬个大拇歌 你们都是最棒的 但革命尚未成功 同次仍需努力 基础阶段结束以后呢 有很多同学都发出 发出这样的感叹 但是一看全都会 一做都不会 翻开书就了然 关了书就茫然 这显然还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那基于此 我们需要对前面的相关内容 进行梳理 总结强化提高 为此 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习题强化班 也就拉开了帷幕 对于习题强化班来说 我们通过题目 把重要的公式 基本的原理 重要的方法 基本的思路 来进行个强化 总结提高 最终 让同学们予以掌握 并能够灵活地运用 在讲解真正的问题之前 有的问题啊 需要给同学们提前 做介绍 做交代 那么 对我们整个备考历史来讲 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基础阶段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弄懂 课档上讲的东西 课档上讲的题目 需要同学们 把它弄懂吃透 这是我们的基本目的 我想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 那么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需要做题 通过做题 把我们课档上的内容 转换为自己的知识 那么提高自己的做题能力 和我们考试相对接 因为在考场上 我们面对的是一套真题 通过做题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通过考试 才能够拿到证书 所以基于此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第二个阶段 做题 当然了 现在我们和最开始学习的时候 至少有如下的两点 显著不同 第一个 我们的起点不同 当我们在基础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 对整个教材体系 对整个框架 是没有一点印象的 那么这本教材当中 到底有哪些内容 哪些是重点 哪些是难点 基本框架怎么样 哪些公式难以把握 我们是两眼一抹黑 我们是一穷二白 现在咱们不一样了 现在这么教材 总共有三篇 总共有十九章 每一章怎么样 那里面的知识难度怎么样 计算公式怎么样 基本思路怎么样 基本方法怎么样 我们都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现在 比基础阶段刚开始起点 那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了 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很多同学在最开始 学习财务成本管理的时候 就想把这个公式 使记硬备给搞定 经过我们基础阶段 一系列的分析 至少同学们知道 这些计算公式要理解 要运用 要掌握 而不是单纯的死基因被 好了 在这两点不同的知识背景下 我们需要提高 需要把这些知识灵活地用起来 接着呢 我们的习题班就开始了 对习题班来说 有两大基本目标 第一个呢 是进行知识的总结 第二个呢 是进行考试技巧的一个分析 好 大家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经常说 看了就忘 听了就忘 今天看明天忘 今天听明天忘 一忘一忘再一忘 但是我要说 一忘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你一忘我一忘 他也会一忘 那么对付一忘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反复反复再反复 基础阶段我们进行了反复 来到习题阶段我们再次予以反复 基础阶段对基础知识进行学习 习题阶段通过习题 这样的一种载体 对相关的内容再次予以反复 再次予以复习 基础阶段就需要同一门 把基础阶段存在的一个一个的问号 予以解决 尽量把这一问号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探号 要说的 翻开书了然 关了书也了然 好了 那么接下来给他们介绍四个非专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是习题班 习题阶段 这个阶段的阶段任务 第二个呢 那就是习题班的学习方法 及学习建议 第三个 近年来的考试特点 第四个 习题班的授课形式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第二个阶段 习题阶段 我们的阶段目标 总体目标有两个 一 知识总结 二 技巧分析 那么具体目标有如下的三个 第一个 对于基础班的知识进行强化 进行提高 尤其是提高 一定要在原来的阶段上 进行分析 进行总结 进行汇总 进行梳理 第二个呢 重新梳理教材当中的知识点 对于重点难点 进一步的强化理解 并记忆 我们说在技术阶段 咱们做题啊 方法不会 没关系 看立体 公式计不出 没关系 看公式总结 来到我们的习题阶段 就尽量要抛开这些资料 面对一道题目 要独立的把它做完 尽量做正确 那么第三个 提高自己的做题能力 把课堂知识 转换为自己的知识 并能够灵活地运用 毕竟上考场 是同学们自己去面对 自己去奋斗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关于习题班 学习方法 及学习建议 第一个呢 是先看一遍 基础班的讲义 再听课 在我们基础阶段 最后 我跟同学们提到一个要求 说啊 同学们花七天到七点的时间 把基础阶段的讲义 再来梳理梳理 课堂上讲的题目 再回头看一看 涉及到重点的计算公式 再来记一记 涉及到相关的思路 再来捋一捋一 对吧 那么 在我们学习习题班之前 我同样有这样的要求 把基础班的讲义 基础阶段的讲义 再看一看 再捋一捋 最好能够独立的做出 基础阶段讲义的课堂题 课堂上我们讲了一遍 当初呢 我们课下又看了一遍 现在再回头来看看 是否能够独立的把它做出来 这是学习习题班 一个前置性的工作 好 第二个 学会相关知识的总结 注意前后的对比 你比如说 我们设计了 第三章的第三节 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它会在哪些地方 有所运用呢 你想一想 我们在第四章当中啊 这一道 关于 普通股 资本成本的计算 那是不是有资本战争模型呢 那么 由此呢 在后面一系列的计算当中 比如说第五章 关于项目资本成本的计算当中 有所设计 你再比如说 我们的第八章 第七章 第七章 企业价值评估当中 是吧 这一道 选业资本成本的计算 也有所设计 所以这些内容啊 前后有所联系 有所管理 当然 再比如说 我们的管理用财物财物财物体系 对于管理用财物财物财物体系啊 那我们涉及到的就更多了 对吧 我们涉及到第二章 基础内容的介绍 真正运用 在我们后面的第五章 关于项目资本成本当中 涉及到 β系数的卸载加载 那用的就是管理用 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 我们进基金资产 进负债等等 再比如说 我们来到了第七章 企业价值评估 现金流折现模型 一些现金流量 那都是用管理用报表体系 来进行分析的 所以前后啊 那一定是有联系的 在第二阶段 我们就要人为的 或者说主动的 就把这些联系总结起来 那么第三个呢 把握教材脉络 摸清处理特点 并有针对性的与学习 在第二阶段 框架一定要有所建立 脉络一定要非常清晰 我们在考场上啊 看到一道题 你至少应该知道 这道题啊 在我们教材的哪一章 哪一节 用的是哪个方法 用的是哪个计算公式 要在极短的时间 把它进行一个精确的定位 如果说来看到一道题 你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学过它 脑子里面一锅粥 好像是第四章 不对 好像是第五章 好像也不对 那我想这道题 做正确的概率 就相对比较低了 所以啊 来到第二阶段 教材的整体脉络 整体的知识框架 一定要有所建立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 近年来的考试特点 好 首先第二个特点 考察的范围 教委全面 张张都有题目 当然了 并不是每一章都平均用力 比如说第一章 光景好多年份呢 一道题也就两分 客观题 那么 对于哪些章节比较重要呢 出主观题概率比较高的章节 就比较重要 好 哪些章节出主观题的概率比较高呢 简单给我们说一说 首先第二章 财务报表分析 以及财务预测 这出主观题的概率比较高 并且呢 第二章是一个基础性的章节 即便它不出主观题 也可以把相关的指标 相关的计算公式 在其他章节来与考核 好 这第二章 接下来第五章 关于项目的决策 好 项目的决策 几乎年年都有主观题 第六章 期权价值的评估 今年又增加了15期权 所以期权价值的评估 要注意一下 第七章 企业价值的评估 现金流折线模型 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接下来第九章 长期仇值 要注意三点 第一点 付任务权证的公司债券 它的仇值成本 第二点 可证换公司债券 它的仇值成本 第三点 租赁方案的决策 都是主观题的处理点 接下来第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是什么呀 产品成本计算 方法比较多 最表格题目 下面第十五章 本量列的分析和十六章 短期经济决策 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下面呢 第十七章 关于全面预算 读成体系 这张节出主观题的概率 都比较高 那么是其他的章节就不出主观题呢 概率相对低一些 但并不意味着不出主观题 比如说 我们去年考试 经济增加时 就出来到计算分析题 所以我们整个做块的 才会成本管理 考察是比较全面的 来到第二个阶段 我说 咱们在强调重点的同时 也依然要全面复习 好 第二个 计算量相对较大 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第二个阶段 我们可以提两点要求 第一个要求 要计算正确 是吧 公式列出来 我们 试试搞定了 那计算不能出错呀 第二个 那就是速度要跟上 速度跟上 那么在考场上 150分钟的时间 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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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思路搞定 方法没问题 公式也记住 但是速度跟不上 题目没做完 那不一切都等于圈吗 谢谢同学们 在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还有时间 一定要力求计算正确 再次就算 尽量速度跟上 在考场上 尽量把这套题 给做完 好 接下来第四个 关于西地班的 四个特点 对西地班来说 首先 第一部分 是各知识点的核心内容 关键知识 对他们简单的做梳理 也就是说 在讲每一部分之前 一些基本的内容 基础的知识 给他们做一个回顾 那么这个回顾 他们一定要跟着我的要求来 我说这部分知识 如何把握 把握到什么程度 就必须要完成这些任务 那么第二个呢 那是本章 重要立体的讲解 我都建议同学们 可以在听课之前 把这些立体自己做一做 如果这张立体 你完全把它搞定了 方法思路 公式 原理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你就可以 不听这个 不听这道题了 那如果说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这道题 真的是两眼一摸黑 它为啥这么做 思路不清楚 公式搞不定 那你就有针对性的听一听 节约自己的时间 好了 这是习底班授课特点 那么在讲解 正式内容之前 把这些问题 给他们做介绍 做交代 接下来 请他们们做好准备 我们一起 开始进入 具体内容的复习 同学们 加油